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面积最大的湖泊 眼下正值冬季 每天清晨 长海的森林都会披上 轻盈洁白的雾松 雾松附着在树木上 宛如穷树银花 它是水汽或雾滴受冷厚 在雾体表面凝结成的 不透明松散冰晶 太阳一出 山上的雾松很快就化了 在九寨沟 当地人把湖泊称为孩子 九寨沟共有大大小小 一百多个孩子 他们形态各异 多数属于艳色湖 也有少数是冰石湖 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会发出同样的疑问 这里的孩子 为什么都如此色彩艳丽呢 五花海 五花海是九寨沟最色彩斑斓的海子 水质很轻 虽然最深处达到了五米 却可以一眼见底 湖里生长着水棉 轮藻等水生植物群落 这些水生群落 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 在富含碳酸钙物质的湖水里 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同时 由于湖水的透明度高 湖底的灰白色钙滑 黄绿色藻类 对透射光的选择性吸收和反射 也增加了湖水的色彩层次和变化 五花海的水下是一个更奇妙的世界 沉水植物在光影的映尘下 仿佛丝绒一般 沉入水中的枯树 被钙化物和各种水棉水藻复生 呈现出另外一种生命状态 五花海的奇特不仅于此 每年冬季的时候 其他孩子都已经风冻了 五花海却从不结冰 这个神秘的现象 一直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 经过地质考察队的推测论证 以及潜水员在水下的实地探测才发现 五花海通过地下河 竟然与海拔最高的长海相连 长海四周没有出水口 泉水就通过地下断层流入五花海 恒温的泉水不断地从五花海的湖底涌出 因此五花海的湖水才会终年保持不变 已经在这些文章章了 明朗君 既然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他们在这些文章 他们在这些文章 时的文章 比向这本子 四周的民族 长海的湖水 我们判断 这个词 英国 会 你 在想 那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